歌手张信哲在高雄开了12年的餐厅 金河别院 因为房东不再续租 所以最近洗灯好 不过里头有非常多张张信哲的收藏 像是餐具 画作 还有这个清 全部都出清特卖 吸引了不少粉丝上门 而同样被名人加持过的餐厅 位在台北的眷村菜餐厅海珍 两年前因为港星周润发 曾经光顾也是声名大噪 但是他位在复兴北路的门市 因为受到了肺炎疫情的冲击 再加上房租很贵 决定在年底洗灯好 超澎湃的砂锅鱼头 采用半只以上大头链 配上清钱汤底 还有这一道百花牛筋 耗费四个小时卤制 知名连锁眷村菜餐厅海珍 位在复兴北路的门市 宣告年底洗灯 当然为民不舍得 工作环境都那么熟了 而且大家相处都很愉快 靠私房菜在台北毅历二十多年 甚至连港星周润发 前年来台宣传芯片时 也指您光顾 民店收摊老板不讳言 是受到疫情冲击 损失真的蛮多的 如果平均来讲说 二三四五月的话 将近五百多万 老板透露 父亲店摆平店面 每个月租金就要三十五万元 再加上人事管销等成本 光是开销 一个月破百万 尽头转到高雄 拿起碗盘精挑细选 这里不是特卖会 而是艺人张信哲开的餐厅 金河别院 因为房东不续租 只能熄灯 店内收藏也跟着出售 看到他们最水的餐具 要来碰到那些餐具 质感很好 很值得收藏 好像是出自民家的画 店内画作通通七折初清 最贵的是摆在转角的 这一幅裸捏油画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进了别院 我们从一开幕的时候 就已经摆放在这边 那这也是张信哲 他希望说他收藏古董 带有些可以让客人 然后可以直接摸得到 甚至可以做可以用 靠华丽王美丰 金河别院 在高雄开设十二年 如今面临收摊 店家把收藏拿来卖 另一类延续餐厅精神 也让老涛流天 三零九五个掌 当着陆亚亭 台北高雄到